这恶毒女配跟我一个名字就算了 下场还这么惨 幻见穿西 想想都痛 不看了不看了 睡觉 大小姐 你 你别过来 大小姐 您怎么了 我现在在哪啊 我正在拍电视剧 什么电视剧 今天可是您和秦子交少爷 成婚的大喜日子 小姐您怎么了 您可别下如霜啊 秦子交 这不是我瞬间看的那本小说 男主的名字吗 难道我穿书了 您中疫情公子多年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如霜打心眼里替您高兴呢 丫鬟叫如霜的话 那我就是苏婉 那个棒打鸳鸯 强架男主 最后被男主万剑穿心的恶毒女配 好好好 你先回去休息吧 啊 啊 要是按照剧情的话 现在应该就是 苏婉强逼秦子交 取他的桥段 啊 刚才那个男人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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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子交 我死定了 我可不想万剑穿心而死 我得自救 不能让男主杀了 啊 这可是郑国大将军流落在外的青森 会来的摄政王 秦先生 不是 秦公子 我给您解绑 秦公子 绑疼了吧 我给您揉揉 苏婉啊 苏婉 你到底还捉了多少死啊 苏小姐还真是急不可耐 秦公子 你一看就是大度的人 之前种种都是我的不对 您呢 大人有大量 现在已经与你成亲 你什么时候放了玉燕 玉燕 你装什么活动 喂 苏婉就是以女主和玉燕为行 才逼男主娶她的 这梁子茄子也太大了 你想要反悔 不是 你放手 放手 不方便 秦公子 你有事好好说吧 你敢动玉燕一笑 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我放 我明天就放 不能放 小说成亲隔日 何玉燕被放出来 秦子就要再无担心 当晚就给苏婉下毒 我觉得 要是我放了玉燕 你肯定就会觉得 没有障碍了 然后就把我给杀了 也不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限制玉燕 并好吃好喝的养着 等一个月后呢 我彻底还你们自由 一个月后 等我外祖父回京 到时候 我就有靠山了 这不是秦大公子吗 是当新郎官的滋味 怎么样啊 秦子教 说白了你现在不过就是我苏家的坠绪 还敢在这给我装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打死你 给我打 让他看清谁才是苏家的主人 我看谁敢 苏 谁给你的资格敢教训我的夫婿 我这不是看着秦子娇骨头太硬 想帮妹妹你好好调教一番吗 你不过就是一个输出 你有什么资格 滚 走 是 书上说人丑心丑 没想到说的是真的 我帮秦公子骂回去了 秦公子可还满意啊 苏小姐的变脸速度 可比前面唱戏的还不精彩 秦公子 你喜欢听唱戏啊 那我下午就去给你请 你喜欢看哪一处啊 你到底是谁的奴才啊 不听我的话 听苏婉的 不 好你个苏婉 仗着自己是嫡女就天天瞧不上我 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要你好看 听说 是苏婉绑了秦子娇的相好 才逼秦子娇起的 是是是 你说 这秦子娇的相好 要是出了事 那这秦子娇 会把苏婉怎么样啊 就她那暴脾气啊 一定会把娜小姐给杀死的 是啊 这到时候 他们小两口出了矛盾 谁也查不到我的头上来 公子有何吩咐 找到遗言了吗 就在这府中 西南二房 和姑娘并未受到可待 请公子放心 公子 若不是大将军早亡 老将军又身处边境 天长莫及 也不至于如此委屈公子 做妇 还好吗 老将军一切都好 一个月之后 老将军回京树枝 定会为您讨回一个公道 安排一下 我今晚就要去建医院 是 二公子 查到了 秦子娇那个老相好 叫何玉燕 现在就被关在 西南那个耳房里呢 那我可得亲自尝尝 这秦子娇的女人 是什么滋味 你谁呀 长得还真不赖 来这展望吧 救命 放开我 别闹 臭娘们 你敢咬我 我告诉你 要怪 就只能怪你 抢了我们苏大小姐的男人 今天这事 可都是苏大小姐安排的 她已经抢走了紫娇 为什么不可放过我 那就得等咱俩完了事 你自己问她吧 救命 放开我 是苏婉让你来的 我怎么总觉得我忘了什么重要环节 苏婉跟何玉燕会怎么来着 竟然敢让苏婉回何玉燕的真情 你说什么 还敢装傻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这个畜生就得手了 对对对 就是苏婉让我去的 不然我怎么知道何玉燕在哪 秦公子 您报仇 可千万别找何对象 苏婉 现在人正无者聚财 不是你还有谁 就是她让我去的 她嘱咐我 事后把何玉燕给卖了 你还不赶紧杀了她 这么周密的计划 往往之前那么信任你 青子娇 苏婉 既然你说的有鼻子有眼呢 咱们现在就去找父亲 上衙门断案 反正我说没做就是没做 这两个人不好骗 你看 她慌了 苏婉 你再给你最后一次气会 真相究竟是什么 妹妹 我一时鬼迷心 叫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真的是 妹妹救我呀 你别抓我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青子娇 我累了 你带她回去吧 但只有一点 留她一命 老爷要是知道 姑爷伤了你 肯定要心疼死了 嗨 小声而已 哦对了 你可千万别告诉父亲 不然 她一定不会放过青子娇的 就应该让老爷惩治她一番 免得以后再敢对您不敬 你胡说 也不知道您怎么就铁了心要嫁给姑爷 她一孤儿 文不成武不就 脾气又棒 性格还倦 您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秦子娇 可看大任 她只是没有想不到的事 绝对没有做不成的 是是是 姑爷在你眼里就是最好的 子娇 我害怕 没事 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我们走吧 你只是个没有门路的姑儿 注定不会有什么功名的 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过日子 好不好 老爷请姑爷前去问话 秦子娇 你竟然还敢和这个姓和的九尘不清 你简直是放肆 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今天我告诉你 最好趁早好好熟心 对于婉婉 不然 我不会放过这个姓和的 如果你敢都愿意下 我一定百倍成还 你 来人 请假发 秦子娇 我再问你一句 你愿不愿意好好对婉婉 子娇 放开 愿不愿意 子娇 子娇你快同意啊 你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 秦子娇 万万 爹 你真是干啥呀 打疼了没有 你让爹看看 哎呀 爹 你打我不疼 但是你打秦子娇我疼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在意我 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他 所以我不允许你再对子娇动搓 好好好 我答应你萧祖宗好不好 快起来地上聊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是 这是最好的药粉 给你也上点吧 你还是自己上吧 免得你又觉得我肯定安了其他什么心思 对不起 今晚是我欲望你了 没事 不过我说的话呢 都不作假 我是真的后悔了 我是真想成全你和何姑娘的 多谢 你还真是个君子 你都不计较我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还真有点愧疚 小姐 这是老爷送给姑爷的药酒 说是活血化瘀的 哦 既然是父亲送来的东西 那一定是好东西 来 尝尝 来 怎么样 热 热 不愧是父亲送的 哎呀 这个药消就是快嘛 来 再来一杯 嗯 ам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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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婉 谢谢 你醒了 这怎么回事 事出从全 我只能把你先打晕了 然后绑起来 但是我发誓 昨天晚上你的力气那么大 我都没有趁人之危 可见事情与我无关 我是清白的 你先给我解开 怎么这句个问题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大小姐 小姐 何姑娘昨夜高哨不退 现在人都开始说谎话了 怎么这么烫 我觉得大夫 子娇 你别走 如今被困在苏府 我早晚会被他折磨死的 他已经答应我们离开苏府了 他一心想要得到你 谎话连篇 如今你相信他 子娇 你带我离开这里吧 你好好休息 我去找大夫 子娇 你来了 何姑娘好些没啊 退烧后睡着 那就好 对了 你来看你喜欢哪处宅子 我想着你们走后 也不能没个住处 所以就先替你们安排着 刚才我们说话 你都听到了 何姑娘怀疑我也是情有可原 我更在意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你的看法 可是关系着我能或多久啊 我信你 那就行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啊 那等何姑娘好了 那我就带她去看石井啊 见过公子 怎么白天来了 有事 老将军已提前回京了 但是二老爷 不知道从何得知您的消息 老将军怕他对您不利 特派我等贴身保护您 尹卫由您拆遣 替我谢过祖父的苦心 是 好你个亲自家 下手居然那么重 早晚有一天 老子要你好看 你 给我好好盯着这个宿晚 只要他出府 就马上告诉我 我非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看他以后还怎么跟我狂 走 我带你去看宅子去 看宅子 啊 秦子娇没和你说吗 没事 那我们边走边说啊 公子 嗯 大小姐带着何姑娘出府去了 多叫点人 告诉他们 只要还有口气在 这怎么着都行啊 是 你真的要买宅子送给我们 嗯 对啊 你看着有哪处是你喜欢的 可是 为什么呀 两位小娘子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既然两位小美人不知道 那就让爷求求你们的 放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不重要 能让爷快活快活 那才是最重要的 兄弟们上 好 大哥 这俩娘们长得还不错 兄弟们 咱今儿他有福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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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哎呀 你别哭了 我害怕 没事 放心 你快没事了 跑都不知道怎么跑 没事 按照剧情的走向 这里应该是和玉烟宁死不屈 即将咬蛇自尽之际 秦子娇及时赶到 然后 他怎么招来着 都醒了 那咱们就干点正事吧 你们别过来 就你话多 那就你吧 谁呀 干当爷的好事 子舅 救我 再过来 我现在就杀了他们两个 如果你现在放下刀的话 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这个是你老想法是吧 咱还给你 帮我们家生路 怎么样 那他呢 我们也是拿钱办事 他是不可能放给你的 不过 公子若是想 为两个当中选一个 子舅救我 那显而易见的答案吗 老天爷呀 谁也来救救我吧 两个 你都救我 我得救我 大夫 这姑娘这是怎么了 她被刀上了 血流不迟 那血缝和呀 稍等边科 带我取来麻沛伞 咱们马上动真啊 公子安 公子安 不好了 秦子娇把苏婉和玉燕都救走了 秦子娇 她怎么知道的 奴才也不知道啊 刚才我还听说 斧头接那帮人都死了 大小姐也受了重伤 她现在 现在在医馆呢 秦子娇和何玉燕两个人没权没势 不成危险 我 快把姑娘扶起来 来姑娘 把她喝了 我马上行针啊 这药也太苦了吧 一会封完了 我等你去问理解 苏婉 大夫 怎么会这样 快快快快 姑娘躺下来 不可能啊 她怎么会中了 失传了几十年的疯狗毒啊 让你口味且 此毒 剑血疯狗 醉是狠了 老夫 无能为力啊 紫娇 紫娇 你要抱她去哪 苏夫 苏老爷一定能找到能人意识救她 你没听大夫说的吗 苏婉 她已经要死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苏家 不就自图隆网吗 苏婉 苏婉 你怎么样 苏老爷 苏婉中了疯狗 必须得找人尽快医治 你就来不及了 什么 不是盗上吗 怎么又中毒了 是不是你们两个下个毒 来人 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都住手 苏婉 你不要害怕 自己会救你 放了他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别人 放 还是不放 老爷 爹子就放了 秦子江 过来 今日下午 为什么 尽叫护城河西 去救玉安康 玉安康 你怎么知道 你就别管了 我又不会害你 你快去 李大夫 快快快 赶快赶快 李大夫 瓦妈怎么样 我已经通出了 公寓经过 能把他五个时辰 要彻底解读的花 还是要牙上花的花蕊 牙上花 好 我现在马上就让人去找 这牙上花就开在京郊护城河东侧的悬崖上 若寻常人去去肯定必死无疑 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那 那我的妈妈怎么办 不许 苏文 你还真是命大呀 疯狂都弄不死你 不过 你要是再不死 死可就是我了 等你做了鬼 可千万别怪我 要怪 这怪父亲实在是太偏心了 就因为你是敌处 从来不争眼看 现在连你也可看不起 苏文 这次没有人能就得饶你 去死吧 秦子娇 真的要救他吗 他要是醒了 你就得一辈子被他拴在身边当条狗 秦子娇 你还真是这天底下最大的蠢货呀 秦子娇 你要再跟好名字一次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你醒了 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怎么在这儿 约安宫呢 你命在担心 如果我不去炫耀 你便会死 什么 这么发展剧情 就不对了呀 所有不能有了 还要杀你 现在就别管那个炮灰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到寒胀草 寒胀草 是什么 你就别管了 你听我的 苏姑娘 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说寒胀草 是一棵长着三棵星星的小草 可世间上哪有那么怪异的草 莫不是你记错了 哎呀 我让你找你就找 我找 有的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 你等着 四姑娘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不愧是女主光环 找到了 咱们就回去吧 哎 姑娘你 我们不买 嗯 你们别走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姑娘 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就是秦维安 你们认识 不认识 嗯 我们既然找到 就快回去吧 不然的话 赶不上地铁了 嗯 哼 苏婉 原主啊原主 你是怕秦子娇 任祖鬼总好 抛下自己 然后答应了 给秦维安偷玉佩 哎呀 真是太蠢了 蠢到家了 不行 玉佩可是认清的 关键物品 万一秦维安 发现我没有动手 派别人去偷怎么办 我得必须先下手为强 原来在这儿 原来在这儿 宝贝 买 我得 心里 是 钱 的 车架 要太大了吧 你怎么来了 这府中 怎么了 有彩花贼 有彩花贼啊 昨晚的贼人偷偷潜入我的房中 我醒来的时候 他手还在我的腿上 可见其色胆包天 他也没想摸你的腿吧 我是说 秦公子貌若攀安 就算真的有彩花贼 他怎么可能只想摸你的腿呢 我生平最讨厌这种 鬼鬼祟祟的行情 依我看 此事必须延长 我看就不用了吧 什么不用了 虽然那贼人色以熏心 蠢牛蠢脑 身手笨重 像个废人 但万一再闯落到别人的房中 明白 此事必须延长 对 秦公子说得对 必须延长 我最讨厌这种卑鄙龙托 打住 秦公子 你要不就先回去吧 我先休息了 你这肚子怎么了 我让驴里等我 驴 嗯 驴性格温和 若不是感觉到危险 绝对不会是会动别人 宗小姐以后再碰到的时候 还是注意一些 以免 又来 误会 秦公子放心 今后 会会 离那头鱼远一点的 那便好 我先走了 慢走 我今天晚上 就吃驴肉火烧 小姐 这是门房收到的给您的信 小姐 您怎么了 没事 你先回去吧 是 完了 我对秦子骄的态度 转变太快了 让秦维安起一心了 哎呀 怎么办 怎么办 不行 我还得按照之前的态度 对秦子骄才行 不然 到时候秦维安安排别人来 那事情就更乱了 子骄 你月之星马上就到了 他不会不放我们离开吧 你放心吧 就算他不肯 我也想办法 秦子骄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俩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也没想干什么 我有事 先走了 回见 疼死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做人真难 做女配更难 入秋了 不知不觉 穿过来都已经半个月了 马上也要到我的死期了 入秋了 入秋了 那岂不是促进男主女主 那个感情大戏就要来了 何玉烟 逃离苏府被秦为安捉走 即使备受折磨 也宁死不走 这是大小姐特地命人给何姑娘买的拆裙首饰 大小姐对何姑娘这个情敌可真好 是啊 我要是何姑娘干脆一辈子都不想 对啊 那她还想走吗 何姑娘 我这么做呢 你也千万别怪我 我要是直接把你演出去了 那秦子娇肯定会恨我的 我只能装成贼人把你扔出去 然后再带着秦子娇来救你 这样呢 你俩感情深温了 男主对我的好感度也拉满了 好语言 怎么又是你 我闲着无聊 来找姑娘聊聊天 你这身打扮 是来聊天的 你到底想干嘛 我真的没有想干嘛 我就是想逗逗姑娘开心 苏姑娘 你要是让我知道 你从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我会让你知道后悔 既然你在这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慢慢聊啊 有什么办法 才能让何语言出府呢 苏姑娘 我可以进来吗 何姑娘 你怎么来了 苏姑娘 上次你跟我说 带我去看房舍 但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 如今 你可否还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走 苏姑娘 你在看什么呀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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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肥怎么还不出现 终于来了 你抓错了 你帮我干什么 二老爷 一切都办妥了 这个 就是亲自交最深爱的女人 有她在手啊 亲自交 一定乖乖听话 二老爷 您请看 这 这就是 你说的亲自交最爱的女人吗 千真万确啊 这明明就是苏婉 对啊 你们抓错人了 二老爷 这苏婉也可以呀 亲自交当初就是为了她 不惜冒险去山崖上采药 后来还是为了她 空手接白刃 您想 若不是用情至深 她怎么能 以身犯险呀 亲自交这么恨我 她巴不得我死呢 二公子 苏婉这是办错了事 怕你打她 胡逆呢 你给我闭嘴 按事不利 还敢狡辩 亲自交明明 爱的就是何语言 对啊 明明就是何语言 她怎么会喜欢这个蛮狠无理 穷无点墨的人呢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没有啊 苏婉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耽误事 还不快给我松绑啊 松什么绑啊 告诉你 我一定证明我没有错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来人 把这个带鞋的耳环 给亲自交送过去 告诉她 若是想苏婉活命 就让她一个人来 我怎么梦游到这儿了 你别跟我耍花招 老实点 不然我要你好看 其实我觉得吧 你一点也不蠢 就是不太聪明 绑人都能绑错 我一定要证明我没有错 你等着吧 秦子交 他一定会来救你的 怎么可能 只要秦子交他敢来 一定立马拿下 我告诉你苏婉 我一定要向父亲证明 只有我 才是他最骄傲的孩子 还有那个秦子交 父亲居然也时时刻刻 拿他让我跟他做比较 他配吗 来你告诉我 他配吗 说 他配 再说一遍 我再说几遍 他都配 秦子交配 秦子交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请我来的吗 好 那既然你来了 就别想活着出去 来人 来人 别喊了 你这份 怎么就被解决了 你 你过来啊 再过来 我是杀了他 我就知道我没错吧 秦子交 你想让他活对了 那你就乖乖的放下武器 给小爷我磕三个响头 兴许小爷我心情好 真棒的 不行 秦子交 不许怪 必须 他什么东西 他不配 你 住手 秦子交 你想让他另外一个胳膊已废掉吧 啊 哈哈哈哈不要 子文 秦子娇 不许管 我没跪 你安心休息 我去给你拿药 见过何姑娘 你谁呀 何姑娘别怕 我是秦府二爷身边的人 今天来是想与何姑娘做笔交易 你放开我 何姑娘难道不想和秦子娇双宿双妃吗 我跟子娇的事情不用你管 只要我今天出了这个门 你这辈子都别想和秦子娇在一起 你不要读一把 秦子娇其实是秦老将军的孙子 等过几天回京后 就会把他正式认回去 那时你只是一个毫无依靠的姑娘 等他彻底认祖归宗 你拿什么和苏婉和苏家争 他随身有一块玉佩 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家老爷想请你偷换一块 到时他自然不能回到秦家 那他不就是你一个人的秦子娇了 等想好了就来后花园找我 我随时恭候 你怎么又弄一身伤 你跟紫娇也成亲有段日子了 打算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外孙呢 不行 他不行 紫娇回来了 那我先走了 我不行 你知道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被绑架的时候 忘了陪我 这高烧刚退 还不忘了疑回我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惹你了 陪你 亲子娇 陪陪的陪 亲子娇 陪陪陪的陪 陪你 其实我刚刚是瞎说的 你行 一看就行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乱来啊 你再过来的话 我就报警了 见过公子 有事老将军已经提前返程 再过五日便可入境 届时会安排公子认阻归宗 好 我知道了 老将军还说 等您恢复身份 便可以带领秦家亲卫 踏平苏家 斩杀苏安报仇 不行 公子受如此大辱 你都不想报仇吗 睡着了还这么不踏实 是梦里肩膀还疼吗 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那么厌恶的人 又是第一个让我站起来的人 苏安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你啊 哎呀 老娘为了活命可真难啊 紫娇 你怎么了 那天苏文被绑架 你明明看到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我 假如那天他真的出事 你我就真的能安心吗 我当时太害怕了 我错了紫娇 我害怕他抢走你 紫娇 晚上陪我一起吃饭吧 紫娇 不要怪我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何姑娘 你在吗 我想咱们上次的事情 是有一些误会 我可以进来吗 我知道你很害怕 没关系 我只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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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也该起笑了 紫娇 你可千万别怪 紫娇 不行啊 请紫娇 不行 紫娇 不能这样 这么尴尬的吗 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走 不是 我鞋呢 这么激烈的吗 鞋都飞了 如果昨晚跟你在一起的人 是我 该多好 为什么不能是我 玉燕 对不起 我 我真不知道 紫娇 我们昨晚 玉燕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我现在就去找苏婉说清楚 带你离开这里 正大光明娶你为妻 大小姐 大小姐 不好了 玉燕公在江湖发出口线 要一千两悬赏 中杀咱家姑爷呢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咱们姑爷可怎么办呀 不行 在秦老将军回来之前 不能让秦子娇出府 不然南卓死了 秦老将军回来 那我必死无疑啊 不行 我得去救秦子娇 疼死我了 你来到这堂 我有话跟你说 你闭嘴 我先说 你这几天千万不要出府 听见没 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今天必须要带玉燕离开 不行 你要拦我 我也不是要拦你 我只是想跟你说呢 你这几天别出府 你等过几天就可以了 这是为何 因为 因为 等过三天 就是我父亲的寿宴 等寿城一过来 你们怎么着都行 寿宴当天 我会回来 一属驴的 你怎么这么倔 我都没有跟你追求 昨天晚上 苏姑娘 你们刚刚说话 我都听见了 这两天 苏老爷子大寿 我觉得我们现在走 确实不太合适 不如 可是 子娇 我跟苏姑娘 还有话想说 就这样吧 你先回去吧 苏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苏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快起来 苏姑娘 那天你被绑架 我当时太害怕了 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子娇 求你原谅我的自私 这都是小事 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你起来再说 苏姑娘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你是一个好人 你会成全我和子娇的 对吧 我本来就答应要成全你们 绝对不会实验的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什么 昨晚的事情 我都看见了 这都是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和他 但是子娇以为那人是我 所以 我恳请苏姑娘 你不要让子娇知道行吗 你是苏家嫡女 你可以找到比子娇好千倍万倍的男人 可是我只有子娇 你就成全我吧 我本来就是要撮合男主女主的 行 我答应你 谢谢苏姑娘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的 苏姑娘 你想什么呢 他不过是一个男人而已 而且他们俩最终都是要走到一起的 你以后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公子 玉安公要帮秦二爷杀你 在老将军回来之前 一定不要出苏府 玉安公 不要出苏府 公子 你怎么了 没事 只是最近 也有人和我说不要出苏府 完了完了完了 这要是被发现的话 我看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了 不像啊 怎么也不像乌鸦的叫声 喵 这叫得也太难听了 哎哟哟哟你这刀离的也太近了点 快说都听见什么了 我真的什么也没听见 那就什么都听见了 该杀 啊请赶交救命 啊 啊 那我问你 都听见什么 不许撒谎 哎呀我只听到了一点 我只听到了冤家要杀你 其他的话我什么也没听见 等一下啊 一对一问答正式开始 但我问你了 玉安公为什么要杀你 还有 他是谁啊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啊 那真是太好了 我有事就先走了 这是你房间 我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玉安公一次的 还有 你今天不让我出府 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 死我 你看啊 我问你的问题呢 你也没说 那要不这样吧 我不问你了 你也别问我 天色不早了 二位早些休息 还嘴硬 清风 这是在苏府 是 彻查苏婉 是 受阳一结束 她亲子家还是会走的呀 我有什么借口 能给她留下来呢 干脆 一碗毒药给她放倒算了 把谁放倒了 就是上次提我的那个驴 她昨晚又提我了 我打算给她放倒 那你离那头旅远一点不就行了吗 我今天来 是来告辞的 今天宴会议结束 我就会和玉安 一起离开苏府 不行 又不行 这次是因为 因为 因为我找到了 关于你母亲去世的线索了 什么 我找到了 你快说 你母亲当年去的最后一家店铺 说不定那个老板能知道什么 那家店铺的名字叫什么 叫 叫什么来着 我当时怎么没有仔细地看呢 叫礼稷点心铺 我已经派人去找那个老板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回来 所以你不能走 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怎么消息比我还领痛 我 你们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收缘快开始了 你快带着请子娇过去吧 好 我先带子娇去浅厅了 紫娇 快去吧 那个老板 在哪来着 小姐 老爷让你快点收拾 赶快过去呢 我马上过去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们是不知道啊 我们家晚晚有多贴心 我上辈子肯定是干了什么好事 能得到晚晚这么好的女儿 我告诉你啊 这个漂亮 只是我们家晚晚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她还机灵孝顺 特别让人省心 叫你这么说 我这女儿也不差呀 到底这么说 我可不乐意听了啊 他们家晚晚自己能找夫婿 你们家女儿能吗 追求小女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夫婿 那是随手的事 我们家晚晚 三岁启蒙 十岁作诗 现在随手就能写一篇话了 小女所写诗卷 正在市面上流传 我们晚晚还会五强弄霸 能空手战四传 小女得圣上钦词御笔 金箍不让须眉 那我们家晚晚还能 还能倒霸图羊柳 能单挑十个状况 我不想 还要夫妻啊 你别瞎说 你别听她瞎说啊 他我干啥 这个老里头 跟我斗一辈子 就不信今天能压不过他 那个 紫娇 紫娇呢 过来 来 今天我女儿和女婿都在 我就不信我压不过你 来 跟你李叔打招呼 见过李叔 这孩子好好说话 我翻头 怎么快翻盘了 疯 干嘛吗 慢慢慢慢 李大夫 这晚晚到底是怎么了 是中毒 啊 有中毒 不过还好 中毒不深 只是四肢和舌头有点麻痹 睡觉就好 妈妈 那是什么 妈妈 你说什么 为什么又是我 坐坐坐坐 苏姑娘 今天可用了什么餐食啊 坐坐坐坐坐 啊 啊 就只有一杯酒 不是 那为啥你能听懂啊 居然有人敢在我府中 对碗碗下毒 必须要查 挖地三尺 也要把那下毒之人给插进 您找我有什么事 关于碗碗又中毒一事 你怎么看 自然是查出幕后使者 按罪出发 好 来人 去把何玉燕拿下 送碗中毒 关玉燕何事 碗碗昨天喝的酒是百年女儿红 此酒一直存放在后花园 昨天只有何玉燕鬼鬼随随去过 不是她又是谁 但这也不能断定是玉燕做的呀 我告诉你 只要事关晚晚 我宁可错杀一百 不 我宁可错杀一千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 可是 出去 公子 找属下何事 苏正要杀一言 今晚找几人手 不惜暴露身份 我都要救她出来 是 这睡一觉的感觉可真香 小姐 你舌头好了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火灵牙历尺的缩碗又回来了 对了 父亲和秦子娇呢 怎么了 老爷说何姑娘就是下毒害您的凶手 今晚要把她杖毙为您报仇 什么 何玉燕要是死了 这棋不是要乱套了吗 父亲 哎呦 我的小祖宗哎 这身体刚好你这 父亲 听说你要杀何玉燕 他要杀你我肯定要杀他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可千万不能杀他 咱先不说他是不是凶手 就看秦子娇对他的态度 咱就不能留他 多呀父亲你说的对 既然秦子娇心里有他 那就更不能杀他了 这样秦子娇会恨我一辈子的 什么事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这件事 不行 好 既然父亲心意已决 那就让秦子娇和我们娘俩一辈子吧 什么 什么娘俩 有孩子陪着我一起悲恨 我也不孤单了 哎呦 我的祖宗哎 这是干什么 赶快起来 凉 这女大夫是什么医术 喜脉都没摸出来 这简直是用意嘛 嗯 紫娇啊 你来的正好 哎 紫娇来了 啊 赶跑啊 父亲 我想亲自跟他说 你别说性质 哦 回复明白 紫娇啊 你有什么事啊 我心得一幅画卷 想和您一起品鉴一下 画卷 什么画卷 远代藏水毒 完了完了完了 这岂不是秦子娇要杀父的那段情节了 啊 不行 要是让秦子娇挟持了父亲 再摔杯为号 让暗卫冲进来 一切的功夫都白费了 今夜已晚 要不 话就别看了 哎 满满 这也是子娇的一番心意 哪能不看呢 来来 啊 对 父亲说的对 画我都已经仔细看过了 确实很好 那我们就把画说起来吧 死我你干什么 你对万万喊什么 你再喊一个试试 你知不知道他 父亲 父亲 你别说了 父亲 父亲已经答应我放了何欲言 叫你的人不要进去妄动 哦 这些人是来给父亲喝瘦的吗 哦 哦 子娇有心了 让你的人不要节外生枝 爱卫门也帮不了你 青老爷还没回府呢 对 早就听说老爷爱热闹 特地叫兄弟几个 前来给您助寿 好 那就 开始吧 好 开始开始 开始什么 助寿不会吗 助老爷 浮如东海 好 助老爷 寿比南山 助苏老爷 那个孩子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对 别看了 说的就是你呢 你再说一遍 子娇 待各位弟兄 助老爷 福星高照 寿待生辉 助老爷 福星高照 寿待生辉 好 都用手 都是好孩子 行 天走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对 回去歇息 那我们就先走了 没想到 子娇还这么有心呢 你比我想象中 知道的还要多 我知道的 也没有很多 所以 你都知道些什么 其实那天晚上 你和安慰的谈话 我都听到了 我之所以没跟你说 就是怕你这样 那你这段时间 还挺装的 但是 但是我没有害你 对不对 我觉得你没有跟我说 那肯定 是有你自己的原因 所以我没敢问你 我觉得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下毒的凶手 环和姑娘的清白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谁啊 玉安宫 你怎么知道 我的人查出玉安宫 想要杀我 所以他买通了后厨 玉烟 只是碰巧经过而已 酒中下毒 那岂不是 今天晚上全服的人都会 对 碰巧你喝下的那第一口酒 阻止了这场意外 还好 还好我把酒给喝了 我以为你会后悔 喝下那第一口酒 怎么可能 我要是不喝那酒的话 今天死的可是全服的人 你果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人总是会变的嘛 小姐 小姐 您怎么还没回房休息啊 我去找下何姑娘 你先回去啊 何姑娘 她被老爷叫走了 我父亲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何姑娘 我父亲就爱胡说八道 你可千万别信啊 恭喜你 有孕了 啊 我 我就是为了救你 才凭我父亲的 跟救我有什么关系啊 行了苏姑娘 你现在已经是 双生子的人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哎呀何姑娘 我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误会更大了 你们为什么都要骗我 都把我当作傻子 这么晚你叫我来 是为了何事 秦维安在府上 一定安插了眼线 以后我们谈论事情 得要用加密语言 何为加密语言 就是暗语 如果我们聊到 秦维安的时候 就说是密室 如果聊到 礼记点心铺的时候 就说是亲人 明白吗 好 不同意 何姑娘真的想好了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有个要求 愿文其想 我要你们帮我 跟紫娇在一起 不允许任何人插座 姑娘放心 我家老爷 一定鼎力相助 紫娇 她为何会从 苏婉的卧房里出来 男人向来如此 何姑娘还信 她对你是真心的吗 紫娇 我一定不会让苏婉 抢走你 一定不会 紫娇 小的时候 我们总是吃不饱 那个时候我就想 睡饱是什么滋味啊 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你 总是省下半日的考量 要不是你后来饿晕了 我倒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怕 不能跟你在一起 这段时间 委屈你了 为了你 不委屈 秦公子 小姐让我转告秦公子 说有一桩 关于清然的密室要商量 好 我这就过去 你不是说今天只陪我吗 你听话 我晚点就回来陪你 亲人 密室 苏婉 居然还骗我说你没有怀孕 你查到什么了 我知道那个老板藏在哪儿了 藏哪儿了 秦府 秦维安身边 秦府 秦维安身边 当年你母亲去世后 他或许打探到了什么 然后 才选择了最危险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待着 所以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嗯 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身份的外人 假如你想阻拦我 不不不 我绝对不会阻拦你的 相反 我还会全力支持你回家的 那就好 你还有事吗 嗯 没事了 他找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不重要 不重要的事情结束后 我们去乡下吧 到时候 我们找一个小月 你负责打练养家 我负责种菜做饭 我想干 天色变寒了 我叫人去今天柴 子佳 抱抱我好吗 雨夜 我现在有事必须走了 属下查到 苏姑娘和秦薇安有联系 什么 消息属实吗 若消息不属实 属下不敢前来禀报 他到底为什么 需要属下 彻底解决他吗 不必 公子 可他明显包藏祸心了 我留着他还有用 可是 你去想 是 死我 你到底是何居心 小姐 这些都是老爷给你选的 安胎药药方 您看看 好 又来 如霜 这父亲不知道我假怀孕 你还不知道吗 拿走 拿走拿走 老爷要是知道 您是假怀孕 不知道药有多少香 小丫头 你这就不懂了吧 只要我想怀孕 那就是时间问题 早晚都会有的 谁啊 我 是谁啊 是谁啊 秦子娇 不是 他这个点来干什么呀 快说起来 你 你有什么事吗 苏婉 你到底 没事 没事 突然就没事了 我走了 啊 不睡 这么晚还不睡 他脑子有病吗 公子 公子 你去查查 秦渭安身边的那个小丝 是不是曾经 李基点进部的老板 是 苏婉告诉我 这和我母亲去世有关 可如今 我也不能全部相信她 属下会尽快探查 公子放心 苏婉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拿到了吗 还没有 那你找我什么事 我昨天听见了一件事 关于秦二爷的 苏婉告诉紫娇 秦二爷身边的小丝 好像跟紫娇母亲去世有关系 好 我知道了 多谢和姑娘告知 我本以为苏婉是个聪明人 没想到 她也是个糊涂蛋 苏婉表面上与您合作 背地里却一直帮着秦子娇 如今还查到了当年的世界上 她不能再留意 哼 不急 她敢背叛 总归要让她付出点代价 你想怎么做 她现在 不是最想见我身边的小丝吗 给她这个机会 嗯 这是什么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秦为安约你见面 对啊 她还说 由于她得了风寒 所以呢 将由小丝 传达她的意思 所以 你笨啊 这是最好的见面机会 你可以旁敲侧击地问问 关于你母亲的事 所有事情如果太顺利的话 必定有着 啊 没事的 你有男主 你有上天的庇佑啊 我不去 不行 你必须去 为什么 我发誓 你会不许此行的 真的 嗯 发誓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嗯 我就不进去了 你自己进去吧 你们好好聊聊 苏安 这就是你说的 不需此行 这就是你说的 不需此行 嗯 怎么了 如果我说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你信吗 你说呢 二爷多谢苏姑娘 把她带过来 接下来还请苏姑娘 躲远点 伤着你 不是 没有你 别瞎说 你说什么呢 别解释了 你早就和秦为安狼 被为奸了 哎呀 不是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现在不是 我跟他 哎 上 把钦子交拿下 我今天就拿我的性命证明给你看 我跟他们不是一会儿的 啊 抓住秦子娇 给我上 秦子娇 小心 我乃老将军轻微轻风 所有人立刻出手 老将军明日回京 命秦二爷今晚去城门口迎接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们二爷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敢跟他动手 秦和 他问我回去是不是 就不劳烦你都退完 我这就回去 准备迎接父亲回京 走 苏小姐 公子 跟我走 我就知道 你又要拿钱来比划我 枉我如此信 我 我也是受害者 我也中计了 明日我就回到秦府 到时候我们的账 一变算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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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这回真的死定了 不对啊 秦薇安竟然给我下套 那说明玉佩的事情他已经找别人做了 今天晚上我就要一探究竟 镇清大会 美救英雄 这是最后的活路了 苏婉 加油 找清楚了吗 目前还没有 像秦子娇这种勤奋的男主 我说也很正常 平时看不出来这么能溜 没想到这么能说 杀 杀 杀杀杀杀谁 和尚密谋了一个晚上 杀的是我 不行不行 我得出去躲两天 等外祖父回来 我就安全了 秦子娇是个君子 除了我 他肯定不会为难苏家其他人的 太久头来 就是你逼迫紫娇要和你成亲哪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哪 这么大的 没想到如今一件 不过是个安蠢 像秦老将军杀场血战 慰言无比 换作是谁 也不敢在你面前胆大呀 鸭尖嘴吏 令人讨厌 来人哪 拖出去 砍了 是 等等等一下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您这么一言不合就把我给杀了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既然你知道紫娇的身份 那就更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了你 您只听说我逼紫娇成亲 怎么不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是真心喜欢紫娇 你看像紫娇他不仅相貌端正 道德也是好的没话说 人品财学的优点 那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就是要跟他过一辈子 像您这么优秀的孙子 我怎么能不动心呢 照你这么说 你是喜欢紫娇啊 我喜欢的要死 所以你能不能看在 我付出一片真心的份上 饶了我 那既然如此 死罪饶过活最难免 来人呐 替我痛打十大板子 对紫娇出戏 十大板 那我命也快没了 前慢 前慢 祖父 你是秦紫娇 紫娇拜见祖父 好孩子 快起来 孩子 都怪祖父不好 这么些年 才找到你 可是让你受苦了 不怪祖父的 走 祖父 看看你的武功 哪里不会 祖父亲自叫你 走 走 那我呢 好 把这个小丫头给忘了 祖娇 祖父本来 就是想为了给你出口气 既然你来了 你看 该怎么发落呀 该啥 什么 不是 秦紫娇 你能不能去帮帮我 你饶了我一命 狗父 龟墨 想我 祖父 嗯 他虽然蛮好一点 但是他心思不坏 不如就饶过他吧 嗯 哈哈哈哈 好 那就 秦紫娇的 明天 祖父 想要你 认祖归宗 为了避免生事 明天晚上之后 才可以放了他 是 全凭祖父安排 哈哈哈哈 明天就要认清了 你怎么来了 我只是想不通 你是怎么知道 那么多事的 嗯 哼 先是玉安宫 然后是寒帐草 再是礼祭点心铺 还有秦威爱身边的小四 你是怎么知道 那么多的 现在能说什么 其实 其实 我只是碰巧知道的 一切都是巧合 来源并不重要 等一下 哎呀 秦威安 有找过我 但我是为了帮你 才跟他周旋 他肯定是 察觉出什么来了 所以呢 才设下了圈套 但是 我是真心想赎罪 你慢点吃 又没人和你抢 真一样 秦峰啊 你跟了紫娇 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公子为人正直 颇有当年秦老爷之风 嗯 还有呢 比如 子娇和苏婉 他们之间的感情什么的 没有感情 苏姑娘 逼着公子当赘婿 怎么可能有感情啊 哼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先婚后爱 当下最流行的话本上都是这么说的 哦 难怪公子成亲之后 并不讨厌苏姑娘 可是属下还是觉得 这公子和苏姑娘不会在一起 听 我不要你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指令情 可是老将军啊 这公子啊 另有青梅珠嘛 他叫何碧烟 他才是公子的心上人啊 怎么 还有一个 这年轻是真好啊 这是我秦家嫡长子秦子娇 今日认祖归家 子娇 见过大家 子娇 慢着 爹 虽说是喜事 可是我们秦家的血脉 也不容混淆 也不能就随便来个阿猫阿狗的 就说是秦家的人 这些 你也明身份才是啊 宿教 把玉佩拿出来 给他们看看 嗯 你真的有这块玉佩 我们秦家人每人都有一块 据说刀炸不破 火烧不坏 就连摔也摔不碎 不错 这不是真的 一世便知 如果这块玉佩摔碎了 说明你是个冒牌货 按照家规 应该 仗杀 等一下 秦二爷 您还没说 如果这玉佩是真的该怎么办 我们秦家的家事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 他现在是我的夫婿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宿安 你别仗着你外祖家的功劳 就敢在我秦家掌握 秦二爷 你是不敢赌呢 还是觉得这个玉佩本来就是假的 莫不是做了些什么手脚吧 你少胡说八道啊 那行 那如果这个玉佩是真的 你就跟我信 赌就赌 这 这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等等 等等 不是 这玉佩摔不碎 你还往死里摔啊 不可能啊 这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等一下 明天秦二爷 一定会再找事 而这个证明你身份的玉佩 就是他最好的法子 什么意思 据我了解 你们秦家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摔不碎的玉佩 而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你的玉佩被吊包了呗 猜猜是谁做的 和玉燕 哎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你想最近还能有谁严禁你的身 连我都过你 可是他为什么 警察 哎 等一下大哥 你明天就要认清了 你现在去找他吵架 这时间也来不及啊 算了 我现在就去给你偷回来 秦二爷 你现在该履行你的组约了吗 该你履行赌约了 哎 父亲 那这样的话 你以后 是不是就姓苏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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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打我干什么 你自己许下了承诺 我打的就是你 姐 姐 想变二位 就是哥和嫂子了吧 孙女见过祖父 祖父一路周车劳顿 辛苦了 你这是干什么 求秦老将军 为我家夫婿做主 这事全都记载了 秦为安于我往日的书信 我为了夫婿假意应成 这上面 全都记载了 他是如何威逼利用我帮他办事的 你 你少学口喷人 是真是假 一验字迹不就知道了 求秦老将军 您见 起来吧 爹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 去害你的亲侄子 爹 没有 我真没有啊 你相信我 这 这都是苏婉 苏婉她伪造的呀 住口 记着起 进租二房 没有我命令 任何人不许出去 恭喜你啊 终于恢复身份了 苏婉 谢谢你 嗨 这有什么的 你放心啊 等我回去我就写何理书 这样呢 你就可以跟何姑娘在一起了 我也能自由了 走吧 他们倒是开心了 爹 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快连走吧 要不然一会关门禁闭就晚了 你在说什么呢 爹 您消消气 事情还没完呢 你有办法 爹爹如此忌惮秦子娇 他只不过是回来了而已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万一他又是死了呢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我已经派人去苏府探查了 女儿必定不会让爹失望 可虚啊 我早就看你行 没想到竟然是秦老将军的孙子 我有些许劳累 想先去歇息 子娇先行告退 累了 赶快回去休息 他过去干什么 我得过去看看 爹 女儿饿了 你陪女儿吃饭吗 不是 爹 我真的好饿了 我一大早都没吃饭呢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子娇 对不起 一别 两散 各自 生 欢 哎呀 不行不行 太文艺了 性格 不合 所以分开 哎呀 宝贝女儿 爹 您来了 小姐姐眼光真好 不愧是我的女儿 一抢就抢了个勤俗的孙子 啊 还好吧 我告诉你 这可是个这儿八九的经历序啊 一定得开牢了啊 啊 好好好 知道了 虽说你现在啊 有声乐 还是那个何玉焉 你也千万不能大意 还是趁早把他给打毁了 哎呀 好好好 知道了父亲 哎 别不听 我告诉你 父亲可是过来人 哎 啊 我跟你说说 这白月光的杀伤力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玉杯 我怕你回了秦府 就不要我了 你有十几年的情分 你为什么总是不信我 我说过我不会抛弃你的 正大光明娶你为妻 你是说秦子娇最爱的女人 是何玉焉 是 据我所知 苏晚的太祖即将回京了 高太夫 可是唯一一个在活着的时候 就预定了太妙位置的重臣 要是他的宝贝外孙女 死在了秦子娇的手里 他会怎么做 定然会不惜一切代价 让秦子娇赔命 去吧 手脚干净点 是 什么东西 还敢跟我斗 夜色已晚 我该休息了 苏姑娘请回吧 哎呀等一下 何姑娘 我有事跟你说啊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有个东西想给你 你看 何黎叔 怎么了 何姑娘 何姑娘 你没事吧 何姑娘 你快醒醒 你别吓我 何姑娘 何姑娘快醒醒 玉玉 秦子娇我 你 我 秦子娇我 在余月没醒之前 你哪也不能去 看好她 在我回来之前 不准让任何人见她 是 秦子娇我 完了完了完了 要是何姑娘 醒不来的话 她肯定会杀了我的 你是来杀我的吗 你说什么 你好歹 你好歹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就 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了 你给我个痛快 哎呀 反正我都会死 你就给我个痛快吧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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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起 刀落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哎呀 你最后一刀砍在这个血骨上 这样我没有痛觉 子婉 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 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 不杀我吗 我为什么要杀你 你不是因为何姑娘突然出事了 她莫名昏迷迁怒于我 太好了 你终于信任我了 你终于没有怀疑我了呀 你太好了 那你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怎么不至于呀 你都不知道 我为了得到你的信任 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原来我的想法就是你这么重要 没什么 对了 何姑娘怎么样了 她还没醒 说是中毒了 你们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昨天晚上我们俩正在聊天 突然就有人从背后 给了我一棒子 然后我就迷晕了 等栽起来的时候 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个样子 一定又是那个秦维安 对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解救何姑娘 可是姐要多半还在秦维安的手上 没关系 我有个办法 秦维安不是最为贪财吗 他一直惦记着 外祖父送我的那块胶猪 如果我把那块胶猪 跟他换解药 我就不信 他不动心 你为了预烟 你舍得吗 为了男主女主 赴堂导火 我在所不辞 当然舍得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拿 苏姑娘 那天不是在我们秦府 挺威风的 怎么还有事来求我呀 明人不说暗话 何玉烟中的毒 是你下的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苏姑娘 你 这是何意呀 我愿意用这个胶猪 换合玉烟身上所中之毒的解药 不知秦二爷 意下如何呀 这个嘛 这个胶猪 世上只死一颗 不过就是换个解药而已 应该不难吧 看在苏姑娘 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倒是愿意 绑上一把 何姑娘所中之毒 就连医者圣手都查不出来 你是怎么能给出解药的 那可是我指儿 从西域带回来的用 其实寻常毒药可比呀 解药嘛 自然是背着的 那秦二爷这是承认 下毒之人就是请旨了吗 是又怎么样 你们找不着解药 不是还要乖乖来找我吗 苏儿 我给足你面子了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秦老将军 出来吧 秦老将军 请出来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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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爹 设计靠我的话 畜生 你想害死叫他那身边的人 怎么会掏出这些话来 跪下 从明天开始 你那很多的女儿 滚回乡下去 永远也别想回来 爹 说一个字 把你从亲家的家库中除名 赶紧让秦旨 把钱要给我交出 我的话 什么东西 都能嫁 宇颜 紫娟 你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是心之下都害你 不过现在没事了 对不起 玉颜 因为我又让你受罪了 紫娟 紫娟 我不怪你 玉颜 我回去就禀报祖父 我去你回家好不好 紫娟 紫娟 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 紫娟 你知道 我等这一天 等了多久 父亲 你怎么在这 跪下 啊 我吗 我让你跪下 这是什么 还和离书第六版 你要和谁离 和 秦紫娟 祖宗哎 你疯了 哎呀 我没疯 那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 你倒好 还主动和离 你现在都怀着身孕 哎呀 我没怀孕 什么 哎呀 我和秦紫娟 根本就没有通过房 他根本就不爱我 我 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 和离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你 完了 他若果真不爱你 再有破天的富贵 也是没用 你若决意如此 那明日 我就去秦府和离 休妻 这不可能 当初你女儿 强行要和子娟成亲 如今想和离就和离啊 只有休妻 没有和离 哎呀 秦老将军 你这也太不奖礼了吧 奖礼 你当初 拉着子娇成亲的时候 你跟谁奖礼了 我 说的也是 所以嘛 哎呃 呃 你如果 先这休妻名声不好的话 那你倒不如 哼 谁说只能休妻啊 啊 哼 月仗大人 您回来了 嗯 月仗 那就是我外祖父 我 靠山回来了 外祖父 晚晚可想你了 你终于回来了 哎呀 外祖父 你再不回来的话 他们可就欺负死我了 嗯 谁呀 谁敢欺负你啊 金满夫 是你吗 我们高家 只能休夫 对 对 哎呀 你这时候给我捣什么乱啊 哎 不是老高啊 你还想不想抱虫外孙子 我想啊 但是这绝不是 你休我们家晚晚的理由 哎呀 你傻呀 他俩要是分开了 你差拿抱虫外孙子去 我跟你说啊 你想要抱虫外孙子 你就得听我的 不许说话行不行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着地看着你 欺负我外孙女 哎呦 你说这个虾头 我喜欢都来不及的 我怎么还会欺负他呀 哎呀 外祖父 嗯 秦老将军 你们俩在低估什么呢 啊 呃 我们在商量啊 休妻的事情 休妻 坏祖父 坏祖父 你看 他们还要修了我 是这样吗 你当我们高家是没人了是吧 啊 嗯 你当我们家没人了是吧 我已经决定了 我们不管是休妻还是休夫 我们家晚晚都 终身不嫁啊 嗯 我要把晚晚送去家庙 你们从今以后都别想再见到他 错过这么好的媳妇 你们呀 就去后悔去吧 哎呀 卫祖父 卫祖父呀 啊 等等 祖父 哎呀 紫娇啊 你说这不喜欢的人 咱还怪他们干什么 走 咱咱咱咱咱 回去 不是 不难就这么这样了 听我说 就不能这样 不父 哎呀 秦子娇 救我 我不想取死命啊 走啊 哎 哎 大小姐 大小姐 门房收到了一封 带着金毛的线 什么玩意儿 这信上怎么还有装扮呀 哎呀 大小姐 大小姐 您别下如霜啊 怎么了 苏政必喜 大小姐 这 这能把父亲绑走 写下写书的 就只有约安宫一个人 必定是他 小姐 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老爷啊 哎呀 不行啊 坏祖父侍文臣 根本斗不过约安宫 秦子娇 原来是苏姑娘 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秦子娇在吗 我找他有事 子娇已经睡下了 苏姑娘 你有什么事的话 明日再来吧 我有急事 我等不了明天了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哎 哎 何语言 你们干嘛呀 子娇今晚不见客 尤其是 不见你 秦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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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救救我父亲 我的父亲 我秦子娇 我父亲 你别急 你慢慢说怎么了 我的父亲被 于安宫绑架了 求求你救救他 又是于安宫 我保证 这次事情完成以后 我绝对不再纠缠你了 求求你救救他 我现在就跟你走 你在路上把前夜后果 给我讲一遍 子娇 你不是说好今晚陪我过深城的吗 我忙完就回来陪你 走 苏娇 又来换我的好事 没想到出来散个步 竟然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 走开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秦子娇对苏娇有情 她若一日不出 你就一日不能跟你的秦子娇 亲密无间 我可以帮你除掉苏娇 你要怎么做 父亲 恩 傲儿 你怎么来了 父亲 我是来救您出去的 傲儿 好孩子 赶快找人 不 外面守卫不够区区二十 我要靠我这身武艺本领 带您出去 傲儿 你别瞎想了 别说外面有二十个人 就是有两个人你也打不过呀 父亲 我今天一定要彻底转变我在您心目中的形象 我要向您证明 我绝对不比苏娇差 小点声 我要向您证明 在这危急关头 只有我 才能救您出去 我 苏奥 才是您最值得培养的孩子 吵什么吵啊 你怎么进来的 快来人 父亲 放心吧 看我的 我警告你 你 你 这 我 我还以为多厉害 吓我一跳 不用来了 是个废物 哎呀 大小为父就知道啊 你脑子里缺根筋呐 二位来得够早的呀 你就是员工 正是 我警告你 别以为信上插了根鸡毛装令箭 我就会害怕你 赶紧放了我的父亲 装令箭 那叫鸡毛传信 十万火急 来人 来人 在 你想干什么 你们惹的秦二哥不快 那就是惹我不快 惹我不快 我就得杀人血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与那秦二哥不是亲兄弟 他胜似亲兄弟 惹他不快 不管谁对谁错 我就得 员工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你膝下只有阴影 患有心急 大夫说活不过时期 对吗 你们知道 只有我能救你的女儿 你赶紧放了我的父亲 这世上能救我 只有寒杖草 而且只有我有 你有 员工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等一下 快 你 好 我答应你啊 你父亲就关在 查到后面的房地 我走 我走呢 这怎么回事 我父亲呢 你醒醒 你醒醒 这 这里刚刚的人呢 被 被带走了 带走 谁啊 我不知道 一群黑衣人 带 带走两个 两个 你觉得会是谁带走的 秦旨 这是一定是秦旨干的 苏姑娘 有事吗 我父亲在哪 苏姑娘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懂 别装了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 我知道是你带走了我的父亲 苏姑娘 真是聪慧呀 你爹找来月安宫求情 才让你们一家暂时留在这里 但是我告诉你秦旨 要是我父亲出了事 我让你们一家生不如死 消息可真灵通 不过我告诉你 你若想救你的父亲 就不要故意激怒我 那你到底怎样才能放了我父亲 要不这样吧 只要你杀一个人 我就放了苏正 谁 他 你就是点心铺老板 没错 我就是他 只要你杀了他 我就放了你爹 绝不失业 不不不 别别别 别杀我呀 我把我知道的所有事都告诉你 老实点 我要是杀了你 秦子教一定会和我一辈子 和我要是不杀你 我父亲怎么办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好 霍山 痛快 赶紧动手吧 要不咱们再商量一下 你不要再耍什么小心思 我劝你趁早动手 我劝你趁早动手 这样 你才能见到你的父亲 好 我杀 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一完没完 到底动不动手 再磨叽 我现在就杀了苏正 好好好 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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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杀 赶紧闭嘴 现在就给我动手 我斗不了手啊 斗不了手 苏文 秦子教 你怎么会在这 苏文 原来是你故意迎我过来的 那当然 你以为你让我杀我就杀呀 怎么可能 你 最后我再问你一遍 我父亲到底在哪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秦子教 我告诉你 外面已经埋伏了上百精兵 我劝你 不要跟我作对 你那些精兵 在我看来比废物强不了多少 秦风早已经把他们解决了 什么 若你敢伤我 我父亲是饶不了你的 你觉得我现在能放过他吗 秦子教 你怎么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呢 那个姓何的姑娘可是在等着你呢 什么移情别恋 快说我父亲到底在哪 不然我就划划你的脸 你敢 我就敢 我就敢划划你的脸 我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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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们也无妨 你父亲 他就在祈福后面的破宅子里 不过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若是我子时末未到 他们就立马杀了他们 算算时辰 应该也动手了吧 哈哈哈 啊 啊 父亲 这里就只有父亲对我最好了 啊 啊 我要是没了父亲 我该怎么办呀 没事了 你还 哎呀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 你看你别打我了 我错了 被人带到这的时候你不行 我刚要带你跑你就醒了 你说你醒就醒吗 能不能把嘴闭上 非得把人给招过来 我你我 哎 算了算了 瞧瞧气 等我小姐来了 就让你们一起上路 正好 让你们这父子情 是不是啊 就是啊 爹啊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我 父亲 我跟你说啊 今天谁也别烂我 父亲 妈妈来了 你说这个二傻子是不是脑子缺根筋 我刚刚要带着他跑 结果他醒了 醒了就醒了嘛 他还非得叫嚣着和那个护卫决斗 结果呢 大不过 我们就被抓回来了 我 我 我 到时候 送你的时候 我自己该直接架死你 好好好 父亲 你没事就好 父亲没事 让你担心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快来人呐 来人呐 别喊了 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是你自己走啊 还是我送你走 去去去 你别跑啊 还没打 还没打完呢 你看这个二傻子 你害娃娃那些事 我都知道了 你走吧 父亲 你回去守老宅吧 父亲 您不要我了吗 父亲 你自幼文武都不行 大不如去乡下 安稳度过一生 你去吧 和黎叔 凡为一夫妻 只因前三生三世 凡一夫妻 苏婉 有事 还没恭喜你呢 终于得到亲自交了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从前你抢抢她 她的眼神就从来没有你 而现在 她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你 你自己都没发现 你不过就是被扁去乡下 你疯了 原来 你也有那么蠢 看不透的时候 亲自交 所有她瞎说的 你别放在心上啊 对了 何姑娘怎么样了 昨天我把你强行叫走 她好像不太开心 没事 那就好 对了 这个东西吧 我一直没有机会找到给你 今天我就 还 当年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我 记不清了 你不说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 秦维安可惦记着杀你 我 我说 我记得当年 秦夫人在我店子里 卖您最爱吃的桃花酥 然后突然出进来一帮人 就想起来把他给拖走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提案他们让他 把您给交出来 夫人不肯呢 然后他们就说 想用夫人把您给引诱出来 但夫人宁死不去 就一头撞上了刀刃 然后 就死死死了 那个为首的是谁 为首的是 秦维安 秦维安 绝对不会放过你 公子 其实我还有一种云下 能一口咬死 那个人就是秦维安 什么误险 明天要是真安全 我自然会告诉公子 只要你能帮助我复仇 任何条件随你 你们怎么来了 把他放哪儿我都不放心 想来想去 还是放你这儿吧 好吧 我会保护好他的 你放心吧 多谢姑娘 你昨天说的东西呢 当年他们走了之后 我捡到了一块 刻着安子的玉佩 玉佩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 把玉佩给拿回来 可是秦维安 派人到处找我 要杀我呢 我也不敢回去 你放心吧 有秦子娇在 你还怕他秦维安 他肯定会保护你的 可是 他那个 可是什么可是 你还不相信他啊 他可是男主 肯定会保你安全的 男主 就这么说定了 那你现在就出发 嗯 你放心 我会派精锐保护你 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年伤害 嗯 何姑娘 你怎么来了 子娇 一大早你怎么来苏府了 我 他 他是 他是来取何离叔的 你看 真的吗 那还有假 他可是日日盼着与我和离 好娶你为妻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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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紫娇 那我回家吧 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讲 好 我们走 嗯 快走吧 姑娘 你别笑了 笑得很哭似的 闭嘴 你就安静地在这里 等着你的精锐来救你吧 嗯 故事终于回到正轨了 我这小命也保住了 可是 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 不行 你现在有钱有寇闪 你得嗨起来 竹双 小姐 怎么了 我问你 你知道 京城有什么最好吃最好喝的东西吗 当然知道了 小姐你忘了 你以前经常带竹双出去玩呢 哦 那我交给你个任务啊 你现在 就去帮我到京城 买最好吃最好喝的东西回来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嗯 对嘛 这才是人生嘛 公子 这是这一个月以来 你名下产业的账簿 其中九楼收益最大 而且这段时间最大的主顾是苏府 公子 公子可要按照以往惯例 给苏府送些礼物当回馈 哪个苏府 啊 苏啊 苏 那就送去吧 其他产业最大的主顾都是谁 呃 胭脂铺 首饰铺 采访铺 油管铺 都是苏府 那就一并送去 还有 秦楼厨管 这也是苏府 这个倒不是 只是我听说 这段时间 苏府在商量招亲的事 估计是苏姑娘没时间去 合理之后 她倒是我的属心 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啊 怎么 等的不耐烦了 我刚才去找子教 在书房外 我又听见她提苏婉 不过是提了一句苏婉 你急什么 不 苏婉不一样 前几日 一大早 子教就带人去苏府找苏婉 好像是为了合理的事 这件事我回头想了想 越想越不对劲 带人去苏府 那人找什么样 那人 脸上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我就说怎么哪都找不到呢 原来是躲到苏府去了 你想让我帮你杀了苏婉 可以 但是 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 现在苏府铁板一块 我们的人根本进不去 你找个机会 把那个男人给杀了 可他好像不在苏府啊 我去的时候 那个人说要回老家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 我 我不知道 不论他找什么 我能留 小姐怎么出去一趟 反倒不高兴了 我也不知道 好困啊 小姐最近跟个小猫一样 总犯困 小姐想吃什么 我让厨房去准备 嗯 没有胃口 我想吃酸的 好嘞 我这就让厨房去准备 嗯 嗯 紫椒 嗯 这是什么 这个是各家给你送的礼单 我看着都是好东西 便给你收下了 你怎么能都收下 这里面有秦府的敌对者 还有拉拢秦府不为好心 更有求着秦府办事的人 你这都收下 对不起紫椒 我不懂这些 我错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来处理 还没吃晚饭吧 喝点鸡汤吧 快整理完了 你先放哪儿 凉了就腻了 趁热喝吧 没事 放哪里 你就尝一口嘛 紫椒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撒了 紫椒你别生气 我这就给你整理好 你就没疤痕吗 什么疤痕 我记错了 我记错了 你先回去吧 嗯 我记错了 对不起 那你又得重新整理了 嗯 我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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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记错了 我记错了 何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如今我跟子家要成婚了 我想听一下你的想法 想法 什么意思 你应该会祝福我们的婚姻吧 何姑娘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最近就是包饮包饰吃多了 伤着胃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心里是否现在还有子娇 当然没有 你说没有我就会信你吗 好姑娘 我人生真的有点不舒服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站住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说了你又不信 你还不如不问 苏婉 我喷透你了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该跟子娇成婚 你马上就要跟他成婚 你何必就是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你以为你今天来了你就能走了 何欲言 你竟然和秦者联手 拥有共同的敌人 为何不能联手 行了废话少说 今天我是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儿的 你要是杀了我 我怪祖父不会放过你的 一个文臣而已 能拿我们家怎么办 你三番两次的和我们作对 不杀你 难解我心头之恨 因为是你自己作孽 却要把问题扣在我的头上 你真是无耻 你以为还会有人来救你吗 还敢威胁我 给我杀了 嗯 嗯 嗯 紫嬌 紫婉 紫娇 怎么又是这个姑娘啊 这次因为什么呀 她被东西砸了 晕过去了 你快看一下 我看一下 气血充盈 脉入油株 这是喜脉呀 脉入油株 这是喜脉呀 恭喜公子啊 你马上就要做父亲了 等一下 这个姑娘醒来 如果知道这个好消息 一定会很高兴的 不 你先别告诉她 为何呀 我想 哦 老夫明白了 你是想 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 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对不对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原来那天晚上真是你 紫娇 你回来了 苏姑娘怎么样 她回去了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就是一时 鬼迷了心窍 紫娇 你这是干嘛 紫娇 你是要反悔吗 你不跟苏婉合理 我们的婚宴怎么办 取消 紫娇 是因为我去找秦职吗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要取消婚约好不好 女人 从前我以为你单纯善良 可是现在呢 你拿你清白骗我 和别人联合起来杀人 你哪还有半点从前的样子 紫娇 我给你一笔钱 又是一位苏婉 我一定要杀了你 这位公子 今年多大呀 十八岁 年纪正好 那你可喜欢看什么书吗 四十五经都略读过一些 还是个知识分子 从明天开始 要多招些人来相亲 我倒要看看秦子娇 能不能忍受得了 是啊 这么厉害 我给你带点喝的 那你身边 还有没有什么男性朋友 你怎么又来了 这都已经是 这十天里的第七次了 我又不是来看你的 我是来 来看我父亲的 你第一回就这么说了 当然不是了 我是来看 看我府里的花匠的 你第三回来 已经看过了 我是来看 小竹的 小竹 嗯 之前我不是在这养个富贵竹 我来看看不行吗 行行行 你看 那我捡肥运动去了 捡什么肥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肚子吧 最近就明显变大了 如果不捡的话 我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了 那你要怎么捡 坐 平板支撑 开合跳 你干什么 我给你带了点心 要不然你先吃点 我不吃 你松手 你不吃我就不放手 你无赖 几乎让何姑娘看到了 她又要误会了 谁看见我都不放手啊 反正你不得 卢霜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最近胖了很多 嗯 是有点 前两个月 新做的衣裳都穿不了了 可是我也没吃多少啊 怎么就胖了呢 哎 小姐 你可以试试果腹 保证小肚子 一点都看不出来 哦 我试试 嗯 我先试试大小啊 哎 哎 秦子娇 你干嘛 你干什么呀 你松手 你还我 秦子娇 你放手 我住手 你还我 你 这都合理了 还几步办法 你过来 你给我 跟我来 他最近疯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岳父大人在上 请受女婿一拜 你以前也没叫过我岳障啊 今天这是哪出啊 从前是子娇做的不对 但今后一定会得素完好 请岳父大人 给我此机会 那 何预言呢 何预言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 从此一拍两散 再无瓜哥 哈哈哈哈 好 好女婿 她想看好你 啊 来 起来 一上凉 而且现在素婉怀孕了 我会更对他好的 你快多跪会儿吧你 你们是不是又骗我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这件事 素婉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不敢告诉他 害怕他不要这个孩子 你说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而且圣上 现在对我颇为重用 不是 将册封为我为将军 啊 不过 话说回来 我也不是那不通情搭理的人 是吧 来 好女婿 不久不久要出征了 快走一个月 独自办理 还请岳父 多多照顾素完 但这次我一定会为素婉这回告命 让她成为京城里最幸福的女人 小姐 您怎么这么大的黑眼圈啊 一晚上不睡 能不大吗 您失眠了 居然一个晚上 就中了 书双 快去 把我 所有的相亲对象都叫来 我要挨个挑选 好 不是 男主 怎么可以和女配做在一起呢 绝对不行 此事 不能再妥了 你们 谁愿意娶我 我很有钱的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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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还有钱 我还很有 还有一个 被册封为将军 即将冲冲的前夫 还不走 你们都别走 我还没说完呢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不干什么呀 就是来看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们快回去吧 有我在 我不肯让任何人抢走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快回家吧 回去吧 回去吧 哎 以前怎么没发现 她居然还这么撩呢 这位姑娘 有什么事吗 哎 大夫 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来看看 我想给你整个麦板 您这胎像不稳啊 姑娘 恐怕 保住 啊 怎么才能保住啊 要出些什么药啊 怀孕期间不能吃药 这样吧 我用我祖传的按摩手法 给你保胎 先去 还能有救 好 这是 病经 还请大夫 每日去苏妇帮我按摩 等保重了胎 还有重血 您就放心吧 你怎么知道 她会到这家医馆来 苏安此人 身性好吃懒做 肯定会来 苏府最近的医馆的 交代你的 可都记住了 是 请二位姑娘放心 保管让她 一失两命 等一下 怎么了姑娘 大夫 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在孕期 不长胖的 有 有倒是有 姑娘胎相稳定了 我再告诉你 等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呀 她是我请来 给我按摩的大夫 你有意见吗 按摩可不能乱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我可以去找生手帮你按 不用不用 我就是小病小痛的 用不着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你先出去 是 我叫出征了 快在一个月 慢走慢点 你照顾好自己 我 你出征跟我说干什么呀 我就不信你当真不知道 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给你挣个高命 然后八抬大脚 抬你回亲父 所以她 她是跟我漂白了 啊啊 哈哈 啊 不对 出征 原文里 秦维安 早在路上 给她设下了埋伏 是何玉烟姐的位 可是现在何玉烟 已经不在了呀 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去提醒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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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大夫 原来是你的人 是啊 本来你应该死在她手里的 但是我不解恨 我要亲手杀你 何玉烟 你疯了吧 在你抢走紫礁那一刻 我就已经疯了 还有你肚子里的这个孽子 啊 啊 何玉烟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知不知道 你唠叨这个下场 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 不 都是因为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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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何玉烟 你知不知道 亲子交是怎么比加你呢 别陪我拥有时间 如果我死的话 你可能就听不见了 啊 后面有人 别给我耍这样的把戏 哎 苏夫啊 苏夫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赶紧回去救人呐 哦 公子 不好了 金钟来信 苏姑娘手上 我们一个醒来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是 是何姑娘动得上 被马回京 公子不可 你现在回去 就等于违抗黄命 按律当斩 还请公子三思 哎呀 我的宝贝外孙女啊 你身上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要想吃什么 尽管和外祖父说啊 万万 你也可以给我说 哎呀 这是我的外孙女儿 和你说什么说呢 万万怀的是紫娇的孩子 我怎么不能说的 你们都知道了 是 哎呀万万 不是外祖父说你 你怎么这么大的事 也不说一声呢 好了好了好了 要不是紫娇临走的时候 主护我 要好好地保护婉婉 这险仙酿成大座 哎呀 你险伴什么呀 要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事 还用他找你 还有你 你知不知道婉婉 已经有身孕了 呃 这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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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 我 嗯 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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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了 你呀 这是一时急火攻心 暂时说不出话来了 痒痒就好了 不是 我也是啊 我 我 哎呀 你别比划了 赶快躺下 休息休息吧 总统 我明白了 你放心 那个何语言 已经把他关押起来了 再也没有人敢害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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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必认为 小姐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啊 啊 二爷 秦子娇果然回来了 哼 这还真是 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二爷英明 你派人 那路上包抄秦子娇 绝对不能让他进京 更绝对 不能让他返城 我这就进宫 你去骑兵皇上 他临阵脱逃 是 姐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给我进去 爹 他要出去报信 父亲 你不能这样对我大哥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们秦家的血脉啊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怎么就半点没你姐姐的样子 要我看 先把他关下去吧 省得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嗯 让你说的做 这不可能的 诶 娃娃 这件事姿势体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先在家待着 我去打探一下消息 还想关我做梦 子英 你怎么来了 我是从狗洞里钻揣的 我是问你 怎么到苏府来了 对了祖父 我父亲要对我哥哥下手了 你快去救他 文文说的没错 这就去问个清楚 我也要去 小屁孩 你跟着欠什么乱 哎呀 哎呀 你就别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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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我也去 文文的身体没什么大碍 让他去吧 哎呀 你不放心 哎呀 我要不是岁数大的 我也想去 小小姐 玉佩 文文大回来了 嫂子 嫂子 我也要去 哎呀 婉婉 你慢点跑 还给你准备的有马车 伯父 我也想去 哎呀 那个小屁孩你去干什么 我 婉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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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怎么来了 只要去救秦子娇吧 完了 皇上已经派兵去抓他了 哎 畜生 你大哥唯一的儿子 谁又怎么样 跟我抢家产的 都得死 哎 别 别急 回去救子娇 嗯 就凭你 你 我的侄儿 已经把他包围了 你们来不及了 哎 你 畜生 救人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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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交易死 整个秦家 还不都得靠我 还有你 你说你怀孕了 太可惜了 那个孩子一出世 就没有别的 这个畜生 孩子 孩子 不踹他 孩子 千万别生气 别动着抬起 啊 万万 你说的没错 现在是救人要紧 我现在都大到 马上过去还来得及 哇 走小道 小道快 不不不 小道拧拧 而且瘴气多 又浪费时间 还是都大到的好 在家待着 我现在就去 哎 小姐 听说这片树林还有毒蛇呢 别怕 别怕 小姐 我们的干粮已经吃霉了 前面就是瘴气去了 我们该怎么办 哎呀 这大饼也太沉了 哎 你俩没吃的了吧 哎呀 正好我这有 来给你们哎呀 拿着吧都给你们 嘿嘿嘿 小姐 难道这就是天上雕馅饼 啊 原文女主的路还真是顺风顺水啊 啊 什么原文 啊 没什么没事 顺利的话呢 天黑前应该就能见到紫浆 要是文文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你说不能放过谁呀 啊 文文 不是说你 这一切都是秦薇案的计谋 你没事就好 你快往个走 文文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我之前一直以为 我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才要娶你 要对你负责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 我是因为爱你 我要娶你 你别抱了 大家都看着呢 我不管我就要抱 哎呀 谁看见我就 你要抱着谁呀 你要抱着谁呀 你说的是对的 我先是遇到了圣上的追兵 然后又遇到了土匪 最后为了不被秦子发现 我又挖了地道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你愿意都是对的 哦 对了秦老将军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是让紫浇如何脱困 还能怎么脱困呢 怕顺着我的地道回去 圣上见到了人 自然不会为难吧 哦不行不行 我们得从路的东面走 这样才安全 而且不会落得全身像您一样的 居然是会 正大光明的走 那不是等着被发现吗 紫浇你相信我吗 信 行 我也信 公子不好了 秦子发现老公子的地道 现在已经冲上来了 秦子浇 神呢 你在找谁呀 祖父 你 你怎么 孽障 妈妈 咱们走 秦为安和秦子 谎报军情 被判流放三千里 这辈子恐怕回不来了 何玉言 你曾爱过紫浇 也救过他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有什么打算 放我走吧 我想离开这儿 好 你想去哪儿 我想去一个有山有水的乡下 找一个小别院 这辈子 就这么安稳地生活下去 好 我会给你一笔 保你下半辈子无忧的钱 谢谢 谢谢 帮我跟子浇说一声 对不起 坏啊 秦子教我要杀了你 不然你使劲了 坏啊 坏啊 乌姬乌姬 为什么没有庞福城 为什么没有麻醉城 用劲啊用劲 我用不上劲了 哎呀 你孙子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三个月就回来了吗 这都八个月了 你这前些真是吃紧 他也没办法呀 你 不不他好像说就这两天回来嘛 你这样 等他回来的时候 我狠狠地揍他一顿 给婉婉 出口气 婉婉 别跑 爹在哪 爹在哪 呼气 呼气 快点头啊 夫人 你加把头啊 我 我不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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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啊 产方血腥 您怎么来了 我是他夫婿 为什么不能进来 啊 老婆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你回来了自娇 你接着住好吗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哎 姑娘 再使法计 啊 快醉红一下了 醉红一下了 醉红一下了 啊 啊 哎呀 恭喜恭喜 是位小公子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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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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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